他也是只有四名运动员参加 然后所以四道的又出现了 柯老师刚面说的问题 他在右手看不到 但是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结果 我觉得尤其在看慢动的时候 就是这样参加超级星全员会的这些年轻的 做演绎的这些同学 当看到他们慢动为了一个项目 他们绝不会再平时的 有这样的表情 不会注重面部关系 不会这样的 对 轻轻爆裂 这就是运动能够给一个人身上增加的魅力 但是其实去年马博谦还是很会的 就是很有那种 真的吗 很有那种就是奥运赛场那种 周正杰 李明轩 姚明明 马瑞翰 以及李振宁 对对对对 所以回头再看吧 咱们还是回到演播室 最后其实想请三位说一下 就是这场预赛中 给你们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些方面的 其实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是这个除了王志文以外 因为这个人家毕竟是大魔王是吧 还有就是李明轩 对 因为他其实我完全没有想到 我完全没有想到 我只是我其实刚刚在他们那一组的时候 我也只是一个没有任何根据的一个预测 所以呢 其实呢 这个感想还是挺深刻的 对 我觉得周正杰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刻吧 因为他刚刚说他只睡了一个小时 然后就来跑步了 我觉得他 他准备起跑就非常的好 然后我觉得短跑就是你非常的 非常需要你注意力特别集中 他就在这个体现得特别好 没错 那上岗老师呢 不说了 不说了 赛场见 等三号了 对 三号还是您吧 是 这是上岗老师一个人的马拉松 好吧 最后呢 跟大家说一下 在意的好物在京东 京东双十一全球好物节 想超级百亿补贴 千亿优惠 万千好物 现实开抢 本赛是由招牌美味 金翠鸡翅的金拱门筒 马博谦 还有胡林熙二位 和我们一块来解说 那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呢 我们会为您带来的是 女子50米的预赛 一会儿见 都可以广播战开播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 曹一文 那么其实啊 现在在这里 我有一些紧张 因为在这个环节 我竟然要代表 掌声 只要尖叫 再来看一下 弯二 林超的粉丝来稿 天灵灵 地灵灵 林超真道 第一名 男子刷一下 就是没了 对对对 反正还有一个事呢 就是我这个女子50米之后 我今天就下班了 真的吗 为什么呢 我坐一会儿 但是换一个更帅的主持人 什么那行吧 好 这么现实 去年在这个节 我们导演还跟我说 就是吴轩仪摔了的视频 也准备了 但是暂时还是别放了 我们还是给两个女孩 准备这个美美的项目 美美的 美美的项目 好 去年比赛 在所有比赛完之后 就大家收拾的时候 看附近拿的那个体操的那个彩带 对对对 然后被期待 那个预示的 今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 今年有体操 对 谢谢您 因为你知道之前专业的老师 在选选赛的时候 都在告诉这些男的运动员 对 说如果你们不适合这种用起跑器的 你们就直接站住 所以如果你一定要这样的 也许反而会拖你的角度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最开始的都在训练 我看他们在练习的时候 都在用这个制跑器在谈 好 就开始了 嗯 说说说 你们觉得谁 第一名 那肯定是谁 哇 好多漂亮 好漂亮的美眉 这个是 虽然大家身着的队服不一样颜色 但是还是给 这个应该是给段奥娟加油吧 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A组的比赛 女子的赛会记录呢是8秒06 也是上一届比赛徐梦杰创造的 哇哦 嗯 哎 没开始了 好像是设备稍微有一点问题 嗯 哦 怎么了 重来了吗 应该是重重新就位一下 重新就位 重新就位一下 其实这个短跑比赛就怕什么 一有人抢跑 啊 啊 有人抢跑之后 就是有的已经跑一半了 对 一百米跑一半 跑到五十米说你回来 那重新跑 要重新来啊 哦 对 那不公平的一点点 跑出去那一下他就重新 对 好 比赛开始这边 奥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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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娟还是第一位 奥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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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威 今次 indoors 好帅 老天哪 表情还是控制得很好 对 看你们家刀娟的表情 刀娟 哇 你看她这腰太细了 刀娟 刀娟表情控制还控制得很好 对 而且跑姿很好 很标准 很标准 前脚掌着地 然后扎得比较远了 嗯 所以就是倒是不存在安全的问题 对 但是50米呢 确实从规则上来看是不允许穿到的 是的 那这是犯规是吗 看一下裁判中的看法 看一下裁判的 好 认定吧 因为大家也不会说那么 那么严格的 按照这些规则 OK 刘歇宁 哦 我介绍你之一 刀娟是8秒53 刘歇宁是8秒56 刘歇宁8秒56 又出现了刚才男子主就有这种情况 对 第一和第二差0.03秒 对 但是和这个赛会记录啊 还是相差的非常多 记录是多少 8秒06 2 2 1到2了10秒 然后徐梦杰要来了 梦杰 彩虹 有请B组 就像那种电影里边 因为小女孩要特别可爱 是的 对 抱个熊 然后几招就能把你打趴那种感觉 哦 她不像一个从事演组的小女孩 可能说做体育来参与或者说有游戏的心态 她是真的把这个事当成极其严肃的 感觉来了 哈哈哈 加油 虚梦杰 哈哈哈 冯杰一直在笑 预备 好 比赛开始 彩虹 气势如虹 加油 彩虹 8秒05 漂亮 预赛就破三个季度 8秒05 就是彩虹然给的压力太大了 因为起跑的时候徐梦杰并不快 比较慢 对 然后他是一直在途中跑 一直在追追追 对 均速 对 预赛就破赛会记录 厉害 天呐 今年真的是 准备而来 但是我比较关心啊 就一道刚才摔倒 摔倒了一位 对 没错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厉害 厉害 还行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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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后边站着 哇 所以 所以 对101提出你们的团员太热情了 嗯 一直 这都 好可爱 他起跑慢了 嗯 对 起跑那个谭楚然在前面 谭楚然在前 但最后几步的时候他超过了 对 说明还是自身的能力 对 对 他的中途跑和冲刺都要比谭楚然好 对 谭楚然是中途跑结束之后 重心已经前倾了 是的 我就很怕他在最后冲刺的时候摔倒 怕摔 对 没错 太可爱了 然后孟子宜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因为去年我们也是有这个在短跑项目里边 运动员摔倒的情况 对 发现这是什么呀 为什么卡在这 还是徐梦姐 这个比那个男子那个更清晰一些 对 这个怎么看呢 膝盖那块 这个线 他们就差了0.01 真的一点点 因为 因为谭楚然确实在起跑那一瞬间 落了他很多 看 差了0.02 8秒10 0.02 差了0.02 刚才第一组差了0.03 他们差了0.02 那我感觉就是徐梦姐和谭楚然这个组合 在决赛里边肯定也是最强的 我们现在请来的是女子50米B组的前两名 第一名 仍然是我们的微笑抽签终点的小彩虹 谢谢 看A组的时候 我就感觉就是每一个女孩 觉得她憋得特别难受 她就很想发力跑 然后每个女孩都面带微笑都在往前起跑 所以柯老师你看到了吧 就是 对 你看她们俩 这是她们两个首次代表所有的女生说朱新生 和跑步的时候还有表情管理 刚才男生就没有 因为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过了以后 它要记录一年 要怎么明年还能换 就怕留下一个很丑的 老师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抱跑步吗 我觉得自己长了一双一无是处的腿 对 你知道吗 就是就是跑不过别人 没事 很好控制 没事 每次跑步感觉自己要飞出去 来 开始了 看一下C组 许孟元的射箭很厉害 是的 我看过 许孟元的射箭很厉害 很厉害 对 拔拔拾环 是的 对 柯老师许孟元是在挑大魔王的时候干掉大魔王的 好专业 好专业 应该起来 应该起来 应该全部起来 他是专业 对 起来了 要重新 对 重新救一下 所以刚才柯老师说雪儿是腾讯体育的主持人 就是他那个 柯老师的私心 热爱运动 对 热爱运动 然后我的私心我还比较私心许孟元 因为他在射箭比赛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沉稳大气 对 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了 他就看这个短跑项目里边是不是能够表现出来爆发力 对 是的 他的心理素质是很好的 是的 孟俊为 哇 开始了 加油 加油 带斯 带斯 哦 柯老师起跑快 柯老师起跑快 对 看一下中途跑 中途跑 你看 哇 中途跑 中途跑 雪儿到冲刺地盾没有决定 对 没有决定就退下去了 本赛是由坐不住的年轻人 斯凯奇品牌赞助播出 斯凯奇运动专备助力生而未盈 本赛是由养银枣牙更好 维他命护银笑容更nice的 纳艾斯多效护银牙膏赞助播出